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问题是吧 休息几分钟是吗 没有 这个看您就是如果您要休息可以休息 如果您想直接讲也都行 我前面讲的非常简单的 就是G是一个礼群 大家知道礼群就是根据定义 它是一个流行 同时又是个群 是吧 这个群的乘法运动帅是国华影响 比方这个R是吧 R是时数 它时数集合 它在加法底下是个群 然后它又是一个国华流行 所以它是一个礼群 这个U1呢 就是所有的摩擦是1的幅数 组成的在乘法底下也是一个群 它是一个援州嘛 所以它也是一个流行 所以它是一个礼群 乘法运动帅是国华影响 RX就是R里面的飞灵元素 这个在乘法底下也是一个礼群 只有N呢 只有NR就是N乘N的那个一些 所有可逆矩正组成的群 它倒也是一个流行 也是一个群 它也是一个礼群 这个ON就是所有N乘N的 时正交矩正组成的群 这也是一个礼群 所以改定一个礼群计以后 什么叫它的一个有表示呢 有表示指的是一个 我们总是在辅空间上面说 是一个辅的线不得空间V 再加上一个作用 就是机材在V上面的作用 这个作用要求是 是线性作用 然后呢要求是连续的 就是这个映射是连续的 线性作用呢 就是固定一个G之后 我们得到V到V的一个映射嘛 这个映射我们都要求是线性 而且呢我们还要求保持内极 这个V到V的映射固定一个G 小G以后 这个V到V的映射是 是保限不得空间的内极的 这样的一个表示叫 unitary penetration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的记号是这个 这个有表示在分解 调后分解或者数量 还有物理里面 都是经常出现的东西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方现在这个G就是R 实书的那个加法群 然后这个线不得空间就是C 这个C当然有标准的内极 它这个线不得空间 所以R在C上面的作用呢 用这个公式 基准在X上面 等于E的C乘以即 直乎R在乘上X这样 我们看到如果C是一个 程序数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一个有表示 不是程序数的时候 就不是有表示 就程序数的时候 会保持耐机 保持耐机的意思 其实是这个东西 是摩擦11是吧 这个摩擦11 如果对任何的小G 是摩擦11的话 这等价于C是一个程序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有一些EY表示 是那个有表示 所以再开我们这个 L2R就是那个 组成的那个线部的空间 然后这个R呢 这个群啊 这个群现在还是这个R R可以平移 在这个平方可挨入空间上面 在这个作用之下 其实方系这个表示 就是复列方系的内容 所以更加一般的改定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东西 L2G 我们在机上面改一个 右部边的哈尺度 我们固定一个右部边的哈尺度 随后 随后让车位平移 在这个平方可挨入空间上面 这也是一个有表示 这是前面的一个推广 前面的一个推广 还有在小波方系里面 人家大家考虑这样一个表示 就我们考虑的群呢 是所有人 实验成这个样子的群 这个2乘2的矩阵 所以A是可逆的 B是任何一个实数 所有这样的矩阵 组成一个群 这个群可以作用在 R的平方可挨入空间上 L2R 这个作用是这样的 X的值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 B这个倍量是用来做平移的 简一简 这是用来做平移的 A这个倍量呢 其实是 A这个东西在 是在X这个倍量上面做的 它的作用是伸缩 所以这是平移变化 跟伸缩变化 相当于你处理信号的时候 你把它平移一下 然后再把它伸缩 缩小一下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在信号分析里面 一个信号是用L2R里面一个元素 这里面一个元素来表示的 所以这是 这也是一个有表示 加了这一下 就是为了 这个作用保持那个耐机 在自首形式里面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 GVNR这个东西 母带GVNZ 这个提醒空间 所以我们考虑提醒空间上面 在基金空间上面固定一个又不变的那个测度 那这个测度我们可以定义平高 可以加一束空间 这也是个线布的空间 然后这个GVNR这个群 可以又平移住在这个东西上面 这也是一个有表示 这个有表示什么时候叫不可约的呢 这是跟那个代数里面一样了 不可约的 首先它是不能是零空间是吧 然后呢 我们要考虑G G不变的 B字空间 V的B字空间 只有两个 就是零和V 只有这两个 除了零和V 其他的没有了 叫G不变的B字空间 这里我们要求是B 我们举些例子 哪些是是是不可约的 不可约的 不可约的比方 一维表示是吧 前面提到的这个一维表示 这个表示 这个到底是不可约的 一维表示是不可约的 所以这个这个表示呢 这个表示不是不可约的 它有很多不变的死空间 这个用符列变坏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个小播放信里面出现的 这个表示它是不可约的 这个也是用符列变坏能证明 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这个表示不可约的 这个字首表示 这个这个东西到底是可约的 还有是是 这个东西是个是一个 G的一个有表示 所以在这里面出现的那些不可约子表示啊 就是我要取这里面一个B字空间 并且呢 它它组成了正好被成为一个G的不可约表示的话 这样的表示就要离塞序列表示啊 这就是说G的不可约有表示 如果出现在这个L2G里面 就这样的表示就叫离塞序列表示 所以在这个旅群表示中里面有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一个叫有对有问题 就是改定一个旅群G以后 我们要考虑它的所有不可约有表示 的同构档架来抹掉这个同构关系是吧 同构档架来我们要改定一个G 我们要描述这个集合啊 这个叫有对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普分解问题 就给你一个有表示以后 把V啊 这个有表示V以后 把这个V呢 写成写成一些不可约有表示的织合 在某种意义下的织合 可能是连续合 也可能是离塞合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 比方这个圆周群 它的不可有表示有哪些呢 这个集合啊 其实是跟长数集合一一对应 这里是怎么对应的呢 就是改了一个长数K以后啊 这里应该是K的 这个是K的话 这个也是K 就我们看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元素 就是Z应到Z的K次方 是吧 这是这是 这是圆周群上面的一个平方可解数 这个东西呢 生成了 这里 这是它里面一个元素嘛 它生成一个一维子空间 这个一维子空间是 是UE的一个不可约有表示 不可约有表示 所以后对每个K 我都得到一个不可约有表示 这个这个呢 就导致了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集合的一对应啊 所以我可以写上UE的那个 这个HEAT就等于Z啊 它的不可约有表示的集合 跟Z是一样的 这是这是这是有对应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 还有一个那个普分解的 普分解问题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就就我们看这个U1啊 U1是可以作用在L2U1上面啊 这个这个表示不是不可约的 我们把它写成不可约表示的直合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 造了一个EY子空间出来嘛 是吧 所有的这样EY子空间把它加起来 然后Hack那个加起来之后 其实是去毙包了 就是整个空间啊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 限不得空间的直合 我这里加了一个Hack 是限不得空间的直合 大家有问题随时打对 我可以问啊 到现在讲的非常简单 应该也没啥问题 随后这个很早的时候 就Mac和Duflo就已经知道了 这一般的一个有对的问题 可以可以关键到这个群世约化的时候 对但是我说这个一般的问题 其实其实这个也是G是有点要求的 就可能是基本上是卸性群啊 即使卸性群或者卸性里群 或者卸性里群的有些覆盖的时候 就对这样的一些群啊 就这个它的united dual问题 是可以reduce到到 即使使能 如果基比方有无数多个雷同分支 比方GNZ啊什么这种群 这种奇怪的里群 那这个问题我想大家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所以对对对很大一类里群 united dual problem 就是就reduce 就是开始问题 我们现在定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reductive 这个里群什么叫reductive啊 所以这个定义 这个叫reductive 如果下面几个条件是买出的 第一到它的理代数是reductive 理代数什么叫reductive呢 就是这个adriant action 在GR上面啊 这个有个adriant action 这个adriant action呢 它是维权那个reducible的 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写成 是不可约磨的一个 不可约止磨的一个织合 这是第一条里代数的理代数 第二条是基只有有些多个雷同分支 然后第三条 第三条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我们要求基呢 有一个联通的b纸群 这个b纸群要求什么东西呢 它要求它的中心是有限的 这个群的中心是有限的 并且它的理代数呢 就等于GR跟GR的那个理科夫 其实就是GR的败带部分 一败的一个约画理代数 可以写成败带部分 加上教会部分 它的理代数败带部分 这个败带部分对应的理群啊 它就是我们要求它是 它是有有限中心的 就这么一个条件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SL2R是吧 这是二层二的 毫列四外一的那些矩阵 实矩阵组成的群 所以SL2R呢 这个东西有一个二层覆盖 我把它叫SL2R挑的 这个群这也是那个日化群 这都是日化群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斐例啊 这不是越化群的时候 就SL2R我们知道它的那个 它同伦于约州 这个群跟约州群是同伦的 所以它的基本群就是Z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群的 那个Universal Covering Space OK 即使它的一个Universal Covering Space的话 所以这个这个机呢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群 对吧 然后就有一个Covering Map 它的Kernel就是Z 这个群 所以这个群G的Kernel是什么 其实是Z的一个什么Extension 应该是 所以 对 所以它的中心是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Loreductive Group 根据我们的定义 所以我们考察一下 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约化群呢 都是 基本上都是典型群 more or less 就不是那么 可能有时候会差一些Covering之类的 典型群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可以什么叫典型群呢 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 典型群的情况 所以典型群有这几种 第一种是腹的 因为腹群 你都可以把它们开成实力群 所以第一种是腹的 就JNC 就是N乘N的那个什么 腹可逆举证 ONC 就是N乘N的腹症交举证 还有心举证 也是腹系数的 这是一种 这是腹典型群 还有 除了腹典型群之后的TypeA的 那个典型群 就有G1R G1H H这个是四元素体 所以UPQ 还有我们还会考虑这个UPQ的一个 某个二重覆盖 下面我解释 就TypeA 还有这个TypeB和D的 就是症交群 症交群有OPQ 还有那个四元素的症交群 Ostar ON把它讲 还有新群TypeC的情况 有SPRNR 所以那还有 还有它的二重覆盖 我们也会考虑 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关心是这些点心里面的表示 这里我写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UPQ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有P加Q 乘以P加Q的复举证 买出这样的形式 买出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东西 就是基于共有专制 这个UTELTA是UPQ的一个二重覆盖 就是说它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图是卡基群的 也就是说它是 它是这两个硬色的FERMED PRODUCT 是吧 这个东西的FERMED PRODUCT 这三个东西 它都给了非常具体的描述 这三个机构 这里的可以表示 它也都造出来了 所以对那个福利群 ONC SPRNC 它的United Duel 八八许在八级内做出来 福利群也稍微解带一点 对这个结果好像 反正没有那么 没有一下Volgan的结果 那么容易读 但是其他的典型群呢 这个United Duel问题 是有矿内很多 大家原来指望 那个Volgan应该都能做出来的 后来很多年来 可能发现这个难度比较大 还是没做 所以现在没做出来 为了也就这个不可有表示 或者更一般的有表示 我们要把这个表示的废外扩大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引入 一般的表示的概念 现在G是一个理群 一般的理群 什么叫G的一个表示呢 我们这里定义的G的表示 指的是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辅的辅迫下来空间 所谓的辅迫下来空间 就是一个辅线空间 它同时还是一个特殊空间 然后这个加法用水和输上用水是连续的 这个叫特殊下来空间 这个特殊下来空间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在表示中里面总是要求 它买出一些什么什么性质的比方 而是要求这个特殊下来空间是hostoff的 所以这个特殊下来空间那是局部突的 就是说每一个点有个领域机 是突击组成的领域机 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horicompete horicompete就是每个有界的科西网 都是soled 这个有界我就不解释了 所以什么叫g的一个表示呢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突破下来空间v 加上一个连续的线性作用 这个就叫一个表示 我们还用同样的记号 g在v上一个作用 一个表示 比方前面讲的unitary表示 有表示 到底谁不是表示 因为线波空间 到底是每周这些条件的一个空间 是吧 现在我们再引进几个概念 一个表示 记载v上面的作用 我们这么写的 这样一个表示什么叫光滑的呢 如果每周下面一个性质 对每个理代数里面的元素 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v到v的因数 这个因数是把小v 这个一个下量 因到哪呢 exponential tx 作用在v上面解v 除掉t 取一个limit 这个exponential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指数应数 是吧 这是g 理代数到g的一个应数 如果g是等于g o n r的时候 比方是吧 g o n r的时候 那这个矩阵是 这是所有的矩阵 这个指数应数 就是通常的指数应数 这个时候 就是指数还数了 就通常的那个指数还数了 我要的发现的就是极限存在了 极限存在并且这样的应数是连续的 这个这样的表示就叫光滑的 所以光滑 如果我们有一个光滑表示的话 那这个g o n r不是 g o n r里面 理代数里面每个元素 都可以开成v成v的一个 一个斜行运水 是吧 斜行的什么 斜行帅子 这样把它拼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g o n r的一个表示 所以把它腐化以后 就得到g o n r的腐化 叫g g的一个表示 这是一个理代数的表示 所以所以理群的光滑表示 我们可以左边一方自动得到理代数的一个表示 所以有些位表示 只要是连续的 它总是光滑的 所以有些位表示 总是可以左外方 可以变成理代数的表示 我们来看一个 先看一个contact 就是反例 我们前面讲的平方可记爱数 R可以在这上面作用 平易作用 这个表示它不是光滑的 但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变成一个光滑表示 就是我们平方可记爱数 改成那个徐卧子爱数 R上面的徐卧子爱数 所谓的徐卧子爱数就是什么 是R上面的光滑 要求它那个都下式外方算子 任何一个都下式外方算子 作用上去以后 都下式系数的外方算子 作用上去以后 它还是有界的 这样的黑数叫徐卧宅数 这个 同样的作用 这个东西是一个光滑表示 这是一个光滑 所以我们还需要引进一个技术性的条件 叫那个什么 叫modular growth 就挣扎性 增扎性 增扎性条件 温和挣扎的 一个表示什么叫温和挣扎的呢 现在假定技术就是那个月化理群 其实月化理群的时候 一个表示什么叫温和挣扎的呢 其实不是月化理群 对其他有一类理群 对有一类群 我们也可以定义温和挣扎 但一般的理群是不能定义温和挣扎的 对月化理群知道是可以 就V上面任何一个连续的是备贩 大家知道什么叫seminorm 就seminorm就是V到那个 天空阶到零无穷 这个区阶的一个应手 然后买出跟贩数差不多的一个性质 seminorm 这上面任何一个连续的seminorm 你可以找到一个 找到V上面的另一个seminorm Nu和一个质爱数是N 以及是G的一个N为一个表示 买出什么条件呢 就是G就像在V上面 这个它的Nu norm呢 用这个Mu norm跟那个举障系数 来可以abund它 这个举障系数是LowG 是一个举障嘛 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下到于 这个东西下到于把这个举障里面 每个元素取决代值的平方 再加起来的吧 所有举障员绝对只能平方 把它通通加起来 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是够大的一个举障系数 下到意思 只要在承受这个东西 就是基准在V上面的Mu norm 总是可以用另一个norm跟另一个 举障系数把它bund起来 这个叫挣扎性 就基本上就是它是挣扎性 不会超过多瑕士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温和挣扎这样的表示 温和挣扎我就不给例子 我们造出来的表示很多都是 所以我们固定一个基里面的 一个极大阱子群 就这样的极大阱子群 因为基是约化的 所以它是有些 特别的它有有些多个联同分支 在这个时候 基总是有一个极大的阱子群 而且这样的极大阱子群 在基的共和意义下是唯一的 比方GONR里面 这个ON是它的极大阱子群 基的一个表示 什么叫admissable的呢 是这个意思 就是对每一个是k的不可约表示 我把它叫sigma k的一个不可约表示 k的不可约表示总是 警群的不可约表示 总是那个有线违的 对每个不可约表示sigma 我们要求这个sigma 在v里面出现有些多次 就是这个home space k equivalent linear map continuous linear map 到来这个是有线违 每个性应设都自动是连续的 这样的应设 这样的home的来数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sigma在v里面出现有些多次 这样的表示叫admissable 到底这个定义跟k的选取无关 这个定义跟k的选取没有关系 因为所有不同的k都是continuous 所以这个G呢 我们记UG外它的普遍包罗代数 普遍包罗代数这是一个结合代数 从个理代数出发 我们可以造一个无穷外的一般来说是无穷外的一个结合代数 在ZG呢是它的中心 这个结合代数的中心 现在我们可以定义这个一个G的一个表示 什么叫 什么时候叫Casim-Wallack表示 这是因为最早是Casim-Wallack引进的这个概念 首先它是復旋 就是v这个v是一个復旋空间 復旋空间的意思是它是 它不下来空间是我一辈的 而且是第一可数的 就叫復旋空间的 所以这个表示呢要求是光滑的 还要求是model growth 还要求是missable 还要求是zg有限的 zg有限的意思就是 就是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zg的理想 存在一个zg的理想 所以呢并且呢这个抹掉以后dimension是 是叫co-dimension co-dimension是有限的 就是就是这个抹掉i zg抹掉i之后 这个做线空间是有限的 这样的一个理想 是是把v杀掉 就是就存在一个co-dimension 是有限的一个zg的理想 i使得这个i作用在v上面是零作用 i里面每个月作用在v上面都是零 这个叫zg finite 如果一个一个表示买入这么多条件 12345是吧 这么五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customer warlock表示 这个 这个概念开始有点奇怪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因为开个例子就发现 这个概念可能很自然 这个叫principle series表示 主序列表示 我们设计是jnr这个群 所以说呢 是b呢 是集里面的所有的那个 少三角矩阵组成的群 所以v0呢 是b的一个意外表示 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 所有g到v0的光滑因素 光滑因素 并且呢 它是b等变的 这样的光滑因素组成的集合 到底这是一个限限空间 所以这个限限空间呢 因为它是光滑因素空间 其实是的 光滑因素空间 我们自动自然有个top 所以它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辐旋空间了 它是一个辐旋空间 g呢 可以用右平易准在v上面 这样它就变成了g的一个光滑表示 这个光滑表示 买足我们说的其他几条性质的 辐旋跟光滑是容易开的 温和的挣扎 missable regy finance条件都是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customer warlock表示 这个customer warlock表示呢 它是不是不可约的呢 它很多时候对绝大部分的v0 都是不可约的 随后对有些v0 它是可约的 而且呢 每个集的不可约 customer warlock表示 都会在 你可以选一个v0 使得这个表示 在这个v里面是出现 它除外它的指表是出现 就你要找记得所有不可约的customer warlock表示 都在这些东西里面找就够了 就是说啊 更一般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是pover诱导的做法 所以p是一个pover子群 我就不解释了 这是Levy component 这是Neponel retic Neponel retic 然后呢v0呢 是l的一个customer warlock表示 Levy的一个customer warlock表示 因为l是p的一个quotient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表示开成p的表示 开成p的表示之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 所有g.v0的光滑硬实 然后每组 这个v0可能是无限外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定义光滑硬实 每组它是p等倍的 所有所有这样的光滑硬实 然后在右评论之下 它也是一个customer warlock表示 我们g啊 跟前面一样 这个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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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类 lanlan的分类就是说 是把g的不可约 customer warlock表示的所有同购等加类 这个集合啊 这个集合把它描述一下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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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那个 这个是有lanlan子改出的 它是在那个航空圈卷工作的基础上 改出了这个这个集合的描述啊 这个集合的描述其实 是并不唯美 因为它改了这里面一个元素以后啊 这个表示具体怎么具体是咋怎么样的 是是是是不清楚 它只是说是某一个表示的unique quotient的什么的 这个quotient的到底咋什么呀 是不知道的 随后呢 我们关心的是集的不可约有表示是吧 如果给给一个不可约有表示以后啊 我们V啊 从从这个V出发 我们可以考虑所谓的V 过滑滑 V的过滑滑 这个定义成什么呢 就V里面的元素 买出这个轨道硬实啊 集到V的硬实 小V硬到集中在V上面 这个这个硬实是过滑硬实啊 如果这个硬实是过滑硬实的话 我们再把把这样的小V都放在一起 组成一个限硬空间 是吧 这个限硬空间我们要改它一个TOP 首先啊 这个TOP呢 并不是V的止空间TOP 它是V的一个止空间嘛 对 它并不是一个止空间TOP 我们可以加一个所谓的光滑TOP 可能稍微改一下 给它上面一个TOP 使得它成为一个Fray空间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G的一个Casimorlock表示 所以 而且是不可约的啊 所以我们从这里到这里有个硬实 是吧 而且这个硬实呢 是 是一个呆射 我们可以证明是个呆射 这是没那么难 所以 然后我们 现在已经知道 右边这个集合 已经知道的是吧 而且有一个这样一个呆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G hat 这个不可约有表示的集合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映射的下 就好了 是吧 也就是说 给你一个不可约Casimorlock表示 它 我们想要知道 它是不是从一个不可约有表示来的 所以有表示问题 有对有问题 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问 现在 所以就是说 为了也就 即使为了也就不可约有表示 我们也要跑到Casimorlock表示里 这个更大的 更大的氛围里面去考虑 这里举个例子 如果即使一个经理群的时候 就不可以表示跟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比方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刚才这个切入应用是个刷射 其实 这个集合呢 有这样一个分类 这是 这是 卡道的 什么 module的东西 这是很古老的结果 下面再介绍一下 Ceta 对应 Ceta提升 Ceta lift 我们定义了Casimorlock表示以后 当然一个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构造这些表示 是吧 这个表示的构造 第一种是 Parabolic Conduction 我们已经讲过了 比方 它可以构造Principal Series表示 这个东西很多人做 Mac Gelfin Harchandra 还有一个是 是 少童教的Power诱导 少童教的Power诱导 比方 我前面提过那个离塞序列 比方这个少童教Power诱导 就可以构造 里群的所有离塞序列表示 至少是约画里群 对 约画里群的所有离塞序列表示 可以造出来 但是 但是给你一个约画里群 它不一定有离塞序列表示 有些里群有 有些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是用少童教的Power诱导 才不能造成 这个也有很多人做 还有第三种方法 比较常用的方法 叫Theta提升 它就是把一个典型群的表示 转化成另一个典型群的表示 把一个典型群的Casimorak 表示转化成另一个典型群的Casimorak 但是这个ThetaLift这个方法 只是对那个什么 只是对典型里群才有用的 前面两个是对一杯的约画二群都可以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那个 Theta提升 或者Theta对应 这个东西指的是N乘以K的 那个十举障组成的线型空间 所以用举障成法 我们可以OAN 可以线型作用在这个空间上面 随后呢 这个作用就诱导了 OAN在这个线型空间的所有 多下赛数空间上面的一个表示 这个就是指 这是一个线型空间 所有举障组成的线型空间 所以我们这个有线外线型空间 这个有线外线型空间上面 我们可以考虑那个 这个有线外线型空间上面 我们可以考虑它的那个什么 考虑它的多下赛数 就是这个东西 OAN可以作用在这上面 这是OAN的一个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一个表示 但是这个空间 除了这个OAN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理带数的作用 就叫Hidden Simage 有引操的对称性 这个是明显的对称性 明显的这个空间 有这样的对称性 所谓对称性就是一个群的作用 或者一个理带数的作用 这个引操的对称性 就是它还有一个 心理带数的对称性 SPOK 这个心理带数 也可以作用在这上 这个具体作用是什么样的 我就不写了 所以这个 近代不贝拉理论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是近代不贝拉理论 到底有好几个定理 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定理 就是说 说这个东西 作为ON这个平乘以理带数的一个模 怎么做分解 分解 这个定理说是 这个东西可以分解成 不可约模的一个织合 这个不可约模是怎么样的呢 给你一个套 给你一个套是 套是ON的不可约表示 你可以写成套加上 theta 套 这个整个表示 这个 theta 套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不可约模 其实它是 hast weight module 就对每个不可约表示套 你都可以得到一个 theta 套 这个 theta 套呢 它是 要么是不可约的 要么是零 有时候套不出现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零 所以你只可以 那些出现套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完全是不可约的 而且 人家这个改出了 这个ON的表示 跟它的表示 直接的一个意义对应 其实也是啊 这经典不为了的理论 它是关于 也是有些人表示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 稍微改一下 这个群可以改成 飞景的 原来是ON是一个景理群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飞景的 所以同样的呢 是这个飞景理群 跟这个东西啊 在多瑕塞书上面 有个作用 对吧 对这个我把它叫 Local Cimage 为什么叫Local呢 就局部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 理带数的作用 我们希望更好的 更好的东西 是理群的作用 因为理群的作用 Y方可以得到 理带数的作用 可以得到理带数表示 在反过来 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理带数的表示 并不一定可以 积方成为 一个理群的表示 所以我们 我们更希望 有整体的对上线 就是更希望 希望有理群的表示 这个就是所谓 Ocelate表示 在做这个表示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多瑕塞书空间 要改成 许瓦塞书空间 就许瓦塞书空间 比多瑕塞书空间 具有更好的对上线 所以我们把 把这个空间 给它改一下 改成 许瓦塞书空间 所以这个 前面这个 OPQ的表示 还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定义就好了 这个理带数的表示呢 现在可以变成 一个理群的表示 这个是亚星群的表示 就是星群的 二层覆盖 但是如果P加Q 是那个 偶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需要 这个二层覆盖 就星群就好了 P加Q是偶数的时候 是even的时候 我们这个 不需要二层覆盖 就是OPQ乘以 那个星群 在这上面 有个 有个表示 我们可以定义的表示 这个表示 具体怎么实现 我也不讲 现在引进一些记号 就我们把 把这个表示 这个表示把它 寄成 OmegaK 我来 这个记号 简单一点 随后 我们开开 OPQ的 哪些不可约表示 不可约 Casimum 瓦拉克表示 出现在 OmegaK 里面 就这个Homespice 是非零的 所以我们再开开 这个亚新群 哪些不可以表示 出现在这里面 这个叫Omega 关系就是 如果Pi天色 PiEP在OmegaK 里面出现的话 所有这样的Pi 放在一起 就组成了 这两个 Omega跟OmegaE 直接的一个一对 还有一个重塑 下面一个是重塑 就是一个Pi 如果是OPQ的 不可约表示 PiEP是亚新群的 一个不可约表示的话 它天色起来 在OmegaK 里面最多出现一次 这是 这是θ对应理论的 一个基本的定理 当然我们这里 讲的是 增交群跟新群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典型群 都有一样的结果的 包括PiDK群 也是有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其实 给了我们一个 构造 不可约表示的方法 是吧 就比方你有一个 增交群的表示 给你一个增交群的 不可约表示 在Omega里面的话 那你就可以 可以θ对应过去 得到这个亚新群 的一个表示 这里这里面的一个元素 反过来也是 如果你有个亚新群的表示 你可以得到一个 增交群的表示 所以这也给了你一个 构造不可约的 Casimum Warlock表示的 那个 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的局限在于 只是对于那个典型群 有 对于例外群啊 其他例外群也有一些 所谓的θeta对应 Exceptional Theta Correspondence 但是那个东西 就是 开始 by 开始的 基本上 你凑巧了有一个 所以这个θeta对应是比较 不像那个 不像那个 Parabolic Induction 或者Comlogic Induction 只是非常一般的方法 这个是很特殊的方法 在很特殊的方法 也有它的好处 它就是一般的方法 造不出来的 那些很重要的一些表示 只能用这个方法来造 我的前背部分就讲到 讲这么多 最后 后面背部分就讲 那个 就讲过于 Special Unipotent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